您好 欢迎收看2月9号的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许超雄 为了让社区里的弱势民众 可以度过衣食无语的农历新年 内湖区安湖里游书旺里长 集结了各方资源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适时帮助里内50多户清寒家庭 给予棉被、白米等民生用品 也让受证的里民只感到很甘心 感谢里长每年都不会忘记他们 内湖区安湖里的礼办公室内 堆满了一床床、棉被、白米等民生物资 原来是安湖里游书旺里长 集结300A1区飞英国际师子会 与搬家业者的帮助下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希望帮助里内的低收入户可以过个好年 今年寒冬送暖 我们的送的对象 包括有中低收入户 低收入还有中低老人 兼任白米就是魏力搬家的政董事长 他今年兼了600公斤的白米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这次来做这个寒冬送暖的工作 早上10点一过 里内的低收入户就陆续来到里办公室 在核定完身份后 就跟游里长领取10斤的白米与一床棉被 可说让受证民众感到相当窝心 并且不断地感谢里长每年都不会忘记他们 企业与民间的适时送暖 并且在游里长的穿针引线下 让安湖里的50多户弱势家庭可以度过温饱不受冻的农历年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